嗨,欢迎来到Flo with Katie,凯蒂瑜伽 那我今天会主要针对大家一些常有的问题 可能在电脑前面待比较久时间啊 可能脖子或者是手 还有下半身都会比较紧的问题 那我们就一起来放松 好,那如果你没有瑜伽垫的话也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的动作可以在 比如说你就席地而坐 坐在你一般家里的地板上 选择一个舒服的位置 然后如果你现在在办公室的话也一样 就是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在地板上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那我们就先轻松的盘坐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屁股肉 我们把坐骨移出来 好,坐骨就是在你的位置上坐的时候 你应该会感觉到两个硬硬的骨头 然后接触在地面上 那我们把它坐紧以后 你的下背会比较容易挺起来 好,先保持肩膀放松 肚子围围往内收 好,我们找到舒服的坐姿以后 身心,手往上延伸 然后让你的手来到耳朵的旁边 好,感觉一下腰侧的拉长跟手臂的伸展 好,我们吐气往左边倒 然后你的左手可以撑着地板 把右边的腰侧带延伸 好,吸气带到右边的腰侧 吐气的时候慢慢弯左手肘 好,维持右边的屁股还是坐在地板上 还有空间的人把胸口跟视线 往天花板看一些 停留三 二 一 吸气慢慢带起来 好,我们再一次深吸往上 吐气的时候往右边 然后感觉左边的手在延伸 肚子微微收 好,可以的话弯一点点手肘往下 三个呼吸 二 一 吸气回来 好,我们再一个深吸往上 吐气的时候扭转 让右手来到左边的膝盖外侧 然后左手可以点在后方的地板上 保持脊椎拉长延伸肚子收 吐气回 往后看 好,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让你的左手再往后走 把肩膀跟胸口带更多往后 好,再两个呼吸 好,再两个呼吸 一 慢慢回来 吸气手上 我们换边 吐气的时候 左手来到右大腿的外侧 好,右手点底 身膝带高 感觉脊椎拉长 吐气往后扭转 看向后方 好,保持肚子收 背延伸 还有空间的把右手再往后走 胸口打开 再三个呼吸 二 一 慢慢回正 好,我们吸气 十个指头互扣往上推 好,然后感觉一下手掌心出力 推向天花板 好,把肚子跟肋骨往内收 感觉背延伸拉长 三个深吸深吐 二 好,持续感觉往上推高 最后一个呼吸 好,我们手轻轻解开 吐气的时候让手肘夹 然后感觉你的肩胛骨 肩胸骨靠近胸口往上推 好,我们吸气手延伸 好,再一个吐气手肘夹 感觉肩胛骨靠近胸口再往上 好,我们最后一个吸气延伸 好,吐气手肘夹紧 好,停留三个呼吸 好,还有空间的胸口再往上推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好,慢慢放松 好,我们把脚往前 好,动一动 好,我们现在让右脚踩在你的左大腿的内侧 好,左脚保持勾往自己 好,脚球在你的脚大拇指的正下方 把这一块脚球往前推 你会比较容易做出你的主弓 好,右边的坐骨往后做一点点 然后感觉你的小腿在90度 好,我们深吸气 手往上延伸 好,把身体转往你的左脚 肚子收紧 然后慢慢往前弯 好,如果你的肚子离大腿很远的话 弯一点点膝盖 把你的肚子完全贴在大腿上以后 手扶在你的脚到外侧 顺着你的吐气把脚跟往前踢 好,肚子还是一直留在你的大腿上 慢慢往下 好,可以的人让你的下巴或者是额头贴在小腿 然后再往前踢更多 放松你的上半身 好,感觉一下两边的坐骨有没有坐在地板 好,维持坐紧以后 再把脚往前踢一些 我们最后三个深吸深吐 应该会感觉到你的大小腿后侧 然后可能下背的地方还有脊椎拉长的感觉 二 最后一个呼吸 吸气慢慢带起来 好,我们现在让右脚立起来 踩在你的左大腿的外侧 踩在你的左大腿的外侧 好,保持前脚勾 深吸气,胸背往上提 好,我们去扭转 让右手点地把自己推高 左手往上拉长 好,吐气的时候卡到你的大腿外侧 好,胸背往上推 再往后转多一点点 好,可以的人一样把你的右手移动 往后走 感觉胸口打开 好,可以视线往后看 好,每次吸气都把你的脊椎拉长长高 吐气的时候再多转一点点 感觉肚子收紧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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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再一个呼吸 慢慢回正 好,脚松开 好,动一动,我们换一边 换左脚踩在右大腿内侧 右脚保持勾 一样把脚球推出去 做出你的足弓 左边的坐骨往后一点点 好,小腿跟小腿在90度 伸膝手往上 把身体转往你的右脚 吐气的时候肚子贴大腿往下 好,一样可以选择弯膝盖 把肚子完全贴紧 然后抓在你的脚刀内外侧 保持胸体 吐气顺着脚跟往前踢的力量 然后慢慢往下走 好,两边的柔软度 可能会不太一样 有些人可能就是某一侧的腿后侧比较紧 然后顺着你的深吸跟深吐 然后去慢慢加深你的动作 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轻轻轻戴起来 好,我们现在让左脚踩在右脚的外侧 然后保持右脚勾 深吸 胸背往上提 吐气的时候 左手往后带 手指头点地 把自己上半身推高 右手往上延伸 卡到你的大腿外侧去 吸气带高 吐气往后扭转 觉得还有空间呢 再把你的左手往后走 看向后方 再三个深吸深吐 再三个深吸深吐 二 最后一个呼吸 慢慢回来 脚往前 动一动 好,我们现在让你的右膝盖 叠在左膝盖上 然后前脚保持勾 手往两边打开 让胸口往上推 然后可以的话视线往上看 感觉一下胸口 胸保气 吐气的时候 拱背 收肚子 感觉一下你的脊椎 一节一节打开 往后推 好,再一次 吸气 胸往上推 吐气拱背包往自己 最后一个深吸往上 吐气拱背 好,让你的额头往膝盖沉 手掌往下放松 如果你的额头点不到脚也没有关系 只要感觉你的肚子收背圆圆的 想像你的身体的前面抱着一颗球 然后放松你的脖子后侧跟上背 再两个深吸深吐 最后一个呼吸 慢慢推起来 让左手点地板 右手往上延伸 然后我们浮到左边的耳朵 吐气 右边耳朵贴肩膀 观察一下你脖子的左侧拉长 好,觉得还有空间的话 把你的左手往外走远 好,应该会从你的脖子 延伸到肩膀跟上手臂 都有一点点紧 再三个呼吸 二 一 手移到你的左边耳朵后方 鼻尖对右边的腰下 吐气低头 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脖子斜后方45度的位置 在这边 可能会紧紧的 最后两个呼吸 再一个呼吸 轻轻松开 好,我们换脚 换左脚膝盖 跌在右膝盖上 把脚跟尽量包往你的屁股外侧 然后前面叫做头勾 手打开 往两侧 深吸气的时候 胸背往上推 吐气拱被包往自己 然后把下巴收往你的锁骨 再一次深吸 胸口往上 往前推 吐气拱被包往自己 最后一个深吸 最后一个深吸往上 吐 拱被 好,试着让你的额头来找膝盖 手掌放松 最后三个呼吸 放松你的脖子后侧跟背 然后你可能也会觉得 右腿后侧紧紧的 再一个深吸深吐 慢慢推起来 右手点地板 左手往上延伸 然后放到你的耳朵外侧 吐气 耳朵贴左肩 好,感觉像右边的脖子拉长 还有空间的手在延伸走远 三个深吸深吐 二 最后一个呼吸 让手扶到你的右边耳朵后方 鼻尖对左边一下 吐气低头 好,观察一下你的右边脖子斜后侧四十五度 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轻轻 轻轻松开 脚解开 咚咚 我们现在把脚立起来 踩在地板上 好,我们来松一下我们的肩膀跟手臂 右手掌打开 往外转 好,让手指头背到你的脊椎 好,上半身尽量挺高 好,吐气的时候让手肘关到你的大腿内侧来 那有些人可能肩膀比较紧 然后没有办法关进来的话 你可以试着把脚打开大一点点 这样你的手肘就会比较容易进来大腿的里面 如果对你来说很轻松 你可以把脚再顺着吐气 慢慢的喝小 然后试试看让你的左手抓右膝盖 保持胸背往上提 肩胛骨往下放松 好,停留在这边 应该就会觉得你的手臂肩膀 或者是肩胛骨的地方有点酸 我们轻轻闭眼睛 专注五个深吸深吐 四 四 三 二 最后一个呼吸 轻轻松开 慢慢把手转出来 掌心朝外 呼吸气 吸气胸背往上提 吐气肩胛骨往下放松 好,我们轻轻闭眼睛 觉得还有空间的话 可以把你的脚再合小 然后让你的手再夹紧 最后四 四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轻轻松开 左手慢慢转出来 掌心朝外 好,两个大圈吐气往后 再一个吸 吐往后 现在把右脚跨在你的左脚上 翘个二郎腿的感觉 好,下面的脚立起来 手指头点在后方 把自己的下背推高 胸口往上 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你可以再把你下面的脚往内走 好,或是试试看 手穿过去 抱住你的左膝盖 深吸气 胸背往上 好,观察一下你的 右边的屁股跟宽 就是翘起来的这一只脚的外侧 或者是内侧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紧 那如果还有空间的话 可以试试再把脚往内收 然后把你的胸背往上挺 我们在这里三个深吸深吐 好,持续感觉你的右宽跟屁股 然后可以想象一下你的气 在吐的时候 吐往你觉得酸的位置 最后两个呼吸 再一个呼吸 轻轻松开 现在把左脚横放在地板上 好,试着把小腿跟小腿上下重叠在一条线 然后你的脚跟会放在膝盖跟大腿的交界有个窝的地方 然后试着把脚跟放在这个位置 两边的脚趾头往内勾 脚球往前推 整理一下屁股肉 感觉一下你的两边坐骨坐紧地板 深吸气胸背往上 吐气的手往前请 再一次深吸往上 吐气往前请 如果还有空间的人试着把手往前走 让你的上半身再放松往下沉 观察一下你的屁股外侧下背还有你的大腿 最后三个呼吸 再二 最后一个呼吸 轻轻推起来 好,把脚松开 动一动 换边 让左脚翘在右边的大腿上 然后右脚踩起来 手指头点地 把下背推高 胸口往上提 还有空间的话 把你的右脚再踩往内 好可以试试看 把左手穿过你的脚 跟右手扣在一起 抱住膝盖 胸背往上提 把肩膀放松 轻轻闭眼睛 先观察一下你的左边宽 跟大腿屁股外侧 好如果觉得还OK的话 可以再往内 好再两个深吸深吐 最后一根深吸深吐 轻轻松开 右脚横放在地板上 让小腿跟小腿上下重叠 把两个脚趾头都往内勾 好如果你这边的膝盖飞很高的话 没有关系 就是你只要让两边的屁股坐在地板上就好了 那如果你的屁股会飞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把上面那只脚往前放 好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姿势里面往前走 好那如果OK的话 停在小腿跟小腿上下重叠的位置 保持胸背提 吐气的时候往前傾 吸气放松 好再一个吐气往前 手慢慢往前爬 让你的上半身放松往下沉 顺着你的吐气让肩膀再往下放松更多 再三个呼吸 二 最后一个呼吸 轻轻推起来 好把脚松开 动一动 我们现在把脚并在一起 让你的脚底板跟脚底板并在一起 好然后一样整理一下屁股肉 让你的坐在你的坐骨上 这是竖脚式 那如果你的脚靠近一点点 你的膝盖会飞很高的话 你可以是把它放出去一些 那如果OK的话 你就是尽量把它靠上你自己的身体 好我们让手抓着你的脚踝 吸气的时候胸背往上带高 吐气的时候慢慢往前走 抢向你的肚脐要来遭脚 好随着往前应该会觉得 宽内侧 鼠息的地方有点紧紧的 好感觉一下你的脚掌 往中间互推 膝盖往两侧延伸 觉得还有空间的话就再往前趴一些 停留在你觉得可以接受的位置放松 在五个深吸深度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轻轻推起来 然后我们把脚并在一起 往前动一动 然后我们最后来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 跟脚踝脚趾头 就是比较细微的地方 好然后我们脚先踩在地板上 很多时候你的腿后侧紧啊 其实是从脚底板开始紧起来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活动一下脚趾头 我们把你的脚球踩在地板上 然后把五个趾头想像它是手打开到最大 好我们先试试看打开到最大以后 从小指开始往下踩 然后接着踩第四支 三 很好 二 然后把它动一动 好然后你可能会发现有几支 它们粘在一起没有办法动 好我们再试试看小指 四 三 二 好 好动一动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 好试着把它打开到最大 想像它是手 然后你也可以试着用手帮忙 从小指开始往下踩 四 很好 三 第二支 好弹幕哥 动一动 然后我们把脚伸直 好压脚背 往外转 往内 再两圈 最后一圈 然后转转手 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练习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动作都能够帮助大家舒缓你的一些身心的压力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瑜伽练习找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然后我们下 Glas 介绍所有照片